- 欸 真的超多人的 為什麼 今天是禮拜幾啊 今天是禮拜三 為什麼平日花回來這麼多了 看一下 好多車子喔 而且這一次是B2囉 B2結果 車還是要滿滿滿的 等一下 到底為什麼啊 我在想可能大家要買過年的東西吧 好啦 那你今天想要買什麼東西 我現在最想要買的是皮帶 你的拍照皮帶 你看我褲子太長了 我要把它變高藥褲 所以我要叫這樣子然後塑起來 我擺褲擺太長了 那怎麼辦 你的皮帶可以救我用嗎 不行啊 喔 好餓喔 但是我們要趕在9點半以前 把東西買好對不對 對 因為你化妝多太久時間 來 每次來自己要買一個的保冷袋 我已經買第三個了 可不可以下次你 你記得要提醒要戴那個 那個袋子 保冷袋 你是不是不會講 你是不是都忘記戴然後不會講 欸我自己吃完之後又很久了欸 好啦 那你這些東西呢 你要回家再跟大家慢慢介紹嗎 對啊 就是一些我們的日常用品 然後吃吃喝喝 吃的超多 基本上每次來Costco 一定要買這些吃的啦 因為 你還記得嗎 我們一開始想說我們就買幾樣 買三樣就好了 哪三樣 干貝 蝦仁 跟咖啡豆 結果 沒辦法 因為Costco真的太好買了 而且我發現它 我這次來跟上次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有新的東西 當然喔 欸我們這次本來想要買它那個 草莓泡芙 但沒辦法買 那我們之後來開個什麼 Costco開箱系列好了 好險囉 這一集就是跟大家開箱 我們平常最常吃的東西 好啦我肚子很餓啦 趕快回家煮啦 掰掰 看一下 到底買了多少東西 其實也還好啦 我覺得這算是我們很常吃的 那我也覺得蠻推薦大家買的 就是每次去Costco一定要買的東西 第一個呢不用講了 絕對就是Costco他們家的 這是什麼牛肉捲 牛肉捲 我超愛吃的我買了兩條 你吃得完 因為我覺得可以放啊 就是吃不完就變起來 每天我們一定吃得完 每天你一定不會吃 那你就不要吃 那除了牛肉捲以外呢 就是這個 喔小小的辣雞翅 我每次去Costco一定會買 這個超好吃 今天就吃完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自己一個人 我都可以把它吃完 這個因為這個很小一隻 然後很好吃 就會一直一直這樣 不小心就把它全部吃完 那再來是 還有這個 欸不要忘記菜啊 還是要吃點蔬菜吧 我覺得我們家的沙拉 鮮菜沙拉還蠻好吃的 我真的沒什麼興趣啦 那這一次呢 我買了真正的拌麵 真拌麵 我跟你說 我們家超多這種麵類啊 調味麵啊 上次你還記得你買那個老蕭拌麵嗎 欸不要講不要講 辣死 好我可以跟他講 喜歡吃辣的人就是買老蕭啦 那個其實還蠻香的 再來 喔這一整個保冷袋 就三次買三個保冷袋 因為每次都忘了拿 每次都想說買了 可以下次再帶 好電池 這應該沒什麼好講了吧 大家應該都會買電池 好這個是我買的 這是我要來當早餐的 這應該可以吃到14號 今天幾號 12號了還有兩天 可以代表說我一天要吃兩個是嗎 好再來是這個全新的咖啡豆 因為我們家有買咖啡機 所以我們都會固定買咖啡豆回來抹 之前都是買星巴克的咖啡豆啦 這一次呢就看到說 瓜地馬拉咖啡豆是新的 我很怕雷 不然你雷你給我自己把它喝掉 很像現在如果雷了 至少我們還有這個啊 星巴克這個咖啡豆 保險牌啦 先說好如果這個不好喝的話 你就把它喝掉 欸你的沙拉啦 你還有沙拉 到底要買多少沙拉啦 欸這沙拉是海鮮類的沙拉 我為什麼又再買一個沙拉 因為這個菜比較少 這個海鮮比較多 蛤蜊最愛吃蛤蜊了 這是蛤蜊王欸 我跟大家講這個干貝 這一包其實蠻貴的 我記得要1250吧 可是呢這個真的很好吃 那時候我們為什麼會買這包啊 我們第一次買的時候 第一次買的時候 你就想說要煎一個干貝啊 而且最好笑的是那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它一包這麼貴 就覺得它一包 等一下 你是直接沒有看價錢是直接買的 我說買就買是嗎 對啊 你看我多疼你 反正這一包其實1250 但它其實蠻多顆的啦 可以煎蠻久的 那這個真的很好吃 對啊 其實我剛剛你拿一包 我也覺得拿兩包欸 一包1250 不要開玩笑喔 但是很好吃 因為我們超愛吃 我們都是吃什麼五六個起跳 每次煎都是五六個 再來就是蝦仁 其實Costco蝦仁 應該也不用多講 他們有很多系列的蝦仁 我們就是買最大的那種 因為它有分有尾巴跟沒尾巴的 這個是有尾巴的 我們之前煎過也蠻好吃 它一隻真的蠻大隻的 就是這兩包都超好料理的 就是你只要乾煎 加點鹽巴就很好吃了 但這個也不便宜 這一包這樣700多 可是很多隻啊可以吃 應該是一個禮拜不是問題 我覺得我們有點當主食在吃 就是不吃飯不吃麵 都吃這些東西 消耗很快 好這兩個算你買的 然後再來是泡菜 其實這個泡菜我沒有吃過欸 就是想說 因為我們上次有買牛排 就是Costco那個 一盒大概2500-3000 那個Prime牛排 我們就是想說煎一煎 然後配一下泡菜吃一下 看感覺怎麼樣 但是不知道這個泡菜好不好吃 等一下我煮個蒸拌麵的時候 配一下這個泡菜看怎麼樣 那這個算你的 然後後奶茶 這個應該不用多講了吧 這後奶茶真的很知名 這次就是每次去Costco 一定要買來喝啊 我知道大家現在很想要買那種 手搖的飲料 可是你在家裡呢 一定至少要放一些這種 罐裝的飲料 有時候手搖飲料 你不小心就會把它放到過期 或者說 欸喝不夠啊 是怎麼樣的 冰箱你拿出來倒個一小杯 就算是很解渴 以上就是非常不健康的一個 就是自我以為OK的一個 借口 欸等一下呢還有一個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這個雞湯 是你要買的吧 那我多健康 這叫生雞湯 它一盒裡面有三包 然後就是像天冷冷就可以 就是熱的喝就好了 那外面不好喝怎麼辦 這有好健康啊 你看剛剛三個奶茶 你拿的時候我有點傻眼 好沒關係 等一下我熱你不要喝OK 好啦那就趕快去熱 我好餓喔 你不是要熱嗎 好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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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 Dalam 足夠香 熱頂 喝楼膏 蓋石 看到楼膏 诶 这个肉很软嫩 我这样轻轻的一拨它就开了 所以应该是可以期待它很好吃 但我觉得汤有点少 两包应该OK了吧 这样OK了啦 好香哦 我已经开始闻到那个香味了 真的有香 好 好 我已经闻到这个鸡汤 真的超香的 我等不及我要直接喝了 诶 等一下 你有汤匙 我有汤匙 你有汤匙 为什么我没有筷子 这鸡肉好吃 喔 天哪 冷冷的天 我觉得还好没有加水 因为它不能加水 加水会太淡 你就是我们要丢点菜 还是丢点面 我觉得丢个面 不要华丽啦 不要乱加 就这样喝好吗 很喜欢的 就是都是那种人参 所以你觉得这个鸡汤推荐大家买吗 可以 多少钱 500多我记得是500多 诶 这样蛮划算的 鸡汤味很浓 好啦 所以今天你觉得Costco买起来了 这个最划算吗 我买贵了 因为这个算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买过 这次是第一次买 我之前没看到耶 它因为Costco本来就是 寄一寄一寄的啊 鸡汤可以耶 好 反正结尾是推荐大家买鸡汤嘛 你绝对不会买错 都还蛮好吃的 经过我们两次的乱花钱 的精华 今天就是都有买到 好了 那下次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这次Costco买什么东西啊 还是说你怕踩到什么雷 还是说你觉得Costco有什么更漂亮 更好吃 更棒的东西值得购买的 然后欢迎在这里下留言跟我们讨论哦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有记得订阅阿康 打开小铃铛 才能收到未来更多开箱的 以及影片的上线通知哦 拜拜